我就觉得成立手机的人没有爱情能力 因为网上的资源都在迎合你 你在这个上面你可以逃避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变得越是没有自主性 你是越可能需要在手机上获得一种主人感 好像我自己在选择 实际上是你在失去选择 你是在失控 大家好 我是梁永安 过年以后我看到一条新闻 现在离婚的夫妻里面 有三成离婚 是因为其中有一方 就是沉迷于手机 那么后来家里别的不干 就是埋头看手机 然后对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 一点也不理 就相当于冷暴力一样的 然后甚至连家务也不管了 孩子也不管了 结果这个新闻我看了以后 我都不敢相信了 三成 然后因为这个手机 但是我知道 就是手机跟我们现在生活 他的这种嵌入或者说他的控制 那么确实是比较深的 那我的一些学生他们说起来 他们睡前 睡前呢 往往就习惯性的拿着手机 然后哗啦哗啦就看 所以这个时间失控啊 就是所谓时间之控呢 就是他占有了你 他占领了你 然后你是一个被他牵制走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 有的话就请扣一 没有的话就请扣二 那么也可以把你们手机上 引的这些生活啊 特别是有一些很有趣的 也可以放到档幕上了 话说回来 就互联网时代 其实这个手机确实是 我们现在社会生活 这个必不可少的 那现在的手机 不知道大家经历怎么样 我有时候也觉得 哎呦 倒是意外啊 什么叫意外呢 有一次我跟我几个人家说聊起来 哎我就 我就问他们你们 小时候有没有印象 用那种所谓的 就是小灵通 也就是这 啊78年89年 就是智能手机 实际上就是把手机变成了个电脑 手机变成电脑 电脑变成手机 所以说这个手机呢 好像给你带来一个魅力无穷啊 啊就像望洋大海在里面飘着 啊风景好像也是无限的 哎无限的 哎什么都有 那什么都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 就时代发展不可抵挡 就这里边呢 他有了一种 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一家伙就变得直通 变得瞬间化啊 变得实际 这世界是平的 什么平的 什么高山啊 大海啊都没落 啊就是中国古代文论呢 特别著名的一个著作啊 叫文献骄龙 文献骄龙里面的神思篇 有两句是特别好的 就说说说一个人啊 他的神思 神思是什么呢 就是思接千载 比错万端 啊那真是没有障碍了 什么都没障碍了 啊时间和空间都打开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的一种自由 但是为什么 互联网给我们又带来了很大的 一个生命损失呢 让人沉溺 让人失控 就这个文化思想家 杰姆勋他自己讲 现在世界人最大的问题是空间识别 就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什么地方 什么位置 自己这个站位啊 文化站位 政治站位啊 社会站位到底在哪里 是很难辨别的 所以人要做出自己人生的决定 做选择的时候就难度非常高 难度非常 就是充满了模糊性 所以我们很多幸福 很多快乐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但实际上有时候一辈子 就是个碎片啊 就是在随波中流里面就过去了 所以就这个问题 就互联网时代 我就意识到一点什么呢 其实我们真正要活在互联网时代 其实门槛是非常高的 你要在这么一个汪洋大海里边 互联网大海里边 你要有一种很好的辨别 有很好的吸收 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互联网时代 从大的框架来看 它对这要求很高 很容易失控 很容易走向表面化 就变成什么呢 归根到底就是消费性 只能消费这个信息 不能把它转成一种内心成长 转成一种我们的这样一个知识成长 或者转换成我们一个精神的 里边的拓展 很难 很难 当然说日常角度看呢 它也有很多明显的现象 比如说 手机把人和人隔断了 那人和人的就是沟通啊 跑出来个手机 就有依赖性 所以我在社会生活里边 真的是很头疼我在街上看到 我是最不喜欢看到 最怕看到的 就一个人一边走路一边在看手机 你在街上走路 就是一个看世界的过程 就是体会世界的过程 你连这个兴趣都没有 你这个沉溺在手机里 你就变得轻飘飘的 就让人看着很急 看着很急 而且还危险啊 那一边走一边在那里 一边走 所以这个这个里面呢就说 人和人的就人和世界的关系都被手机替代掉了 人和人的交流也被替代掉了 就以前呢 你看我曾经这个带学生去乡村 去乡村 我记得 其实20年前的学生带去以后 他们跟农民呢很愿意谈 想了解他们 怎么种地啊 种什么呀 生活怎么样 收入多少啊 孩子怎么样啊 然后什么什么 哎呀 老人的生活怎么样 然后这些有什么变化等等 哎 他有一种面向 现实世界 这种变化的世界的兴趣 他说后来呢 哎呀 我越来感觉 就有点心里都觉得 甚至觉得有点无奈吧 就是有时候出去以后呢 对这个世界没兴趣 哎呀 就是自己玩 然后呢 坐在那里呢 也不跟农民聊 就是看手机 就是看手机 所以这时候呢 手机如果 这就很危险了 就手机替代了 你和这个世界 就替代了真实的世界 然后呢 你就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去 去沉溺 手机世界是怎么构成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资本构成的 他在后面搞程序 跟你设计出那些 让你好像 啊 就是不能放下的东西 就像有个电影 出门的世界 啊 就真的上来了 所以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说确实是 使人 失去世界 然后就在人为的一个虚构里面 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里什么事 那里什么事 这里什么情形 那里什么情形 啊 那里什么情形 但是我们旅行 或者说你有很多旅行经验的人 就知道 你看视影 你看小视频 啊 拍出来的巴黎 纽约 伦敦 东京 多漂亮 你到实地看看 实际上全景化 既有很漂亮的 同时也很杂无的 形形色色 所以他就把选择好的一个框 然后端给你 端给你 所以我们说 手机上永远不可能去拥有一个 最真实的 最广大的世界的 所以这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 就把自己的情感 也都投在这个 这么一个手机世界里面 那手机世界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 一个 人的 这个 这个在扭曲的信息里面 然后把自己 也扭曲了 上海那个大世界 有很多哈哈镜 就是扭曲的镜面 你站在那里 一会儿头变得很大 换一个镜子 哎呦 腿变得很长很长 到一个镜子 可能腰变成一个 大骨样的醋 上下两头尖 就是变形的 变形的 互联网里面 有很多东西啊 其实呢 真的是 让你哈哈大笑 像个哈哈镜 但是有时候就隔离了 我们和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承接手机 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 丧失了一种自由 人最宝贵的自由 是时间自由 我这个时间 我要干什么 哎呀 我要看书 我要听音乐 我要去看朋友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啊什么什么 这时间是我们拥有的 最根本的自由 但是手机剥夺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而且容易失控 啊 从历史上看 都有这个问题 你说电影诞生 1895年诞生 你看美国社会当时普遍的 晚上周末 或者男女约会 或者什么都去看电影 所以它是一个公共的文化消费 和文化的一个分享 分享 那么后来呢 四五年以后 二战以后呢 就出现个新问题了 就是电视流行 电视进入千点万户 就像很多女性以前呢 她去看电影 或者走出家门 等等 她还有一些交往活动 但是呢 电视时代呢 开始就锁在家里 哎呀哈哈笑 看着电视 哗啦哗啦 那生活呢 就越来越狭小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手机时代呢 就更加不得了 哎更了不得了 就拿这个手机啊 就情不自禁了 就生活里边呢 我觉得越是觉得活得比较漂流 对手机依赖性就越大 所以我也说看一个人啊 就是他手机的时间有多长 越长说明他 自己的那个自由时间 要做自己的那个事情的时间就越少 就需求就越少 就像美国那个 我们知道美国后来禁酒 其实为什么美国作家 菲茨基拉德写了了不起的盖茨品 里面那个盖茨品 为什么发了巨 巨富变成爆发户 他就是分卖死酒 来户就暴利 为什么要禁酒 美国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喝酒啊 就是生活很忙啊 然后人越来越对酒有依赖性 新年我记得有一个电影 或者奥斯卡奖 就是失去的周末 就那个里面那个男主人公 周末本来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结果走以前说 哎呀 再喝一口 大家知道喜欢喝酒 把他酒都藏起来了 不给他 结果他自己悄悄的藏着酒 然后呢自己又喝 说只喝一口就出门 结果喝了一口 哦呦呦浑顺那个感觉 情不自禁再来一口 最后最后又翻出来几瓶 几乎一个周末全部就醉倒在家里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 我觉得最怕这种状态 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需要学习的时候 需要精神成长 需要了解真实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变得越是 哎呀 没有自主性 你就越可能需要在手机上获得一种主人感 啊 好像我自己在选择 实际上是你在失去选择 你是在失控啊 所以这时候呢 那个人在这种状态下 那个恋爱能力肯定是很低的 因为你 你你那个精神深处 没什么自己的东西啊 啊没什么自己的东西 一整天都被别人的东西 在那里 在别人的提供的东西里面 跑来跑去 所以你自己的真实生命 你自己的风采 自己的那种创造力 自己的可爱就释放不出来 所以互联网上有时候为什么我就觉得 就为什么 成立手机的人有时候没有爱情能力 因为网上那些资源都在迎合你 然后呢 你在这个上面呢 你可以逃避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因为那么多选择里边 我就选择我喜欢的 那你在 看手机的时候 实际上失去了一种能力 失去了一种 在生活里面 去承担的能力 失去了一种 面对生活里面 我们不可回避的 那些生活的难度的能力 然后恋爱的时候 必然有各种各样的 里面的两个人的间隔 两个人的 他差异 然后必然有一些 两个人需要共同克服的东西 然后你没这个能力 没这个能力 因为你需要的什么呢 你需要的是一个手机一样的恋人 你爱点看哪就点哪 就是 哎呀里面我喜欢什么 我就用什么 但是那个恋人可不是主机啊 他这个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这里就巨大的制察 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不高兴 或者干脆坐在一起 也神不守舍 就在看手机 那么这个真实的人在哪里 那么真正的感情在哪里 没了 没了 因为这个手机就变成你的舒适区啊 那个恋人变成个很不舒适的存在 然后你就想逃避他 哎逃避他 然后你觉得这个手机是个好伴侣 什么都让你喜欢 他给你提供一种 一种很顺滑的满足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承担的 所有的成长都是面向 难处去拓尽的 所以这个手机啊 一个对他有警惕啊 虽然一个手机让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 让我们和爱情相隔万里 也失去了我们成长的能力 失去了我们对于生命的把握 对于时空特别是时间的拥有 那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事情 我就想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深的去反思一下 体会一下 当然了今天说的都是看到的问题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看到不少朋友们 学生他们在互联网时代 通过一个手机 哎呀特别的好 哎呀这个现在手机的这个能力确实强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啊学习到很多 所以后期上也在传播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内容 那个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去 哎呀放大 我们的认识世界的这么一个框架 可以获得更深的更好的更新鲜的 这样的一些认识 所以今天讲的呢 就是要防止的一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我也跟大家分享的 啊分享的 这个所以很高兴能够围绕一些新的 啊现象和问题 跟大家不断地交流 这也是我们在互联网时代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即时性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同步性 好 今天的讲到这里 我是梁永安 很高兴和大家 投入共济 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